狼牙宝2第109集 突然,刚松了一口气的梅昌苏,心中猛地想到一种可能 顿时,他的心又提了起来,看着轮回担心地问道 你刚才说,大阵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两个飞天镜的高手,交手导致的 那么这些飞天镜的高手继续攻击的话,会不会导致大量世界加速出现呢? 公主请放心,这个不会,刚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有特殊的环境 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原因造成的,在这里完全都是空间缝隙 哪怕是仙人的攻击,也会被那些空间缝隙吞噬,不会再对大阵造成影响的 轮回摇了摇头自信道 哦,那样就好 梅昌苏的心放了下来,随后他又问道 诶,对了,那飞天镜的高手需要多久,才能进入大量世界 飞天镜需要等那种力量,小若四十年才能进入 不过最高只能进入飞天镜中期 飞天镜后期,只要想进入,需要等到大量世界完全出世 轮回沉思了一会儿倒 需要四十年,再加上五十年 那也就是说,还有九十年的时间 九十年的时间,自己肯定能达到飞天镜 同时也足够自己应对了 最后梅昌苏又和轮回讨论了一些其他细节后 就退出了阴阳宫 刚出来他就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因为御夫人等人也推算出了大量世界出现的时间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 刚开始只能进入半山镜以下的人 此时四人在商量着什么 不用猜,梅昌苏也能想到几人的打算 最后不知道几人达成了什么协议 随后都离开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御夫人并没有直接带众人回小梦城 而是和妖皇一起回了万妖城 在走之前,梅昌苏和阎明单独聊了一会儿 他取出了五件极品灵器交给了阎明 让阎明帮他准备大量的炼丹和炼器材料 一个月后送到孟武那里 并且说明他可能要消失一段时间 让阎明不要担心 刚开始阎明被梅昌苏的表现吓了一跳 不过他并没有多问 点了点头答应了 随后取出一副令牌交给了梅昌苏 说需要帮助的话尽管来找他 梅昌苏没有犹豫 他收起了令牌 因为这次回去后 他又在地府寻找赤眼君 而令晨一个人在凡界也需要帮助 于是向阎明提了令晨 梅昌苏他们在西音外遇到了周平安和妖族的人 随后玉夫人和妖皇带着众人回到了万妖城 到了万妖城以后 梅昌苏也没有停止采购 因为万妖城在南里 这里的炼丹材料特别多 而且炼器材料也不少 他找到万蓬里帮忙 再付出了七件极品灵器的代价 收购大量的材料 幸好他得到了阴阳宫的传承 成为阴阳宫的公主 不然他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灵气 十天后 玉夫人带着梅昌苏回到了小梦城 不过回去时 梅昌苏不仅想到了在离开前 进进妖皇的事 和妖皇密谈了两个时辰 他也达到了他的目的 想到这 梅昌苏的嘴角刮起了一抹微笑 现在他该做的都做了 就看大量世界之后的一百年里 能够发展成什么样 林公子 这是遇到了什么喜事啊 这么开心 五凤楼的一个包厢中 玉夫人看着梅昌苏笑问道 呵呵 没什么 只是想到了以前的一些事情 梅昌苏微微一笑 是吗 玉夫人不知可否的一笑 随后没有多问 他一翻手 取出一个巴掌大的小玉瓶 递给梅昌苏说道 林公子 这就是黄金水 你查看一下 看着那小小的玉瓶 梅昌苏的心中异常的激动 不过脸上却没有任何的显露 不动声色的接过玉瓶 然后把瓶口的鱼鳝拔出来 顿时一股阴寒而又幽暗的气息 扑面而来 梅昌苏赶紧塞住玉瓶 因为白管家已经告诉过他 这就是黄金水 多谢玉夫人 梅昌苏感激道 林公子不用客气 给你黄泉水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 玉夫人微笑道 对了 林某有一件事 想请玉夫人帮忙 梅昌苏说道 啊 有什么事 林公子请说 切身能帮忙的 一定帮忙 玉夫人好奇道 啊 是这样 在下需要大量的低阶和中阶的炼锻药药材 希望夫人能够帮忙 梅昌苏公手说道 啊 玉夫人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梅昌苏 这个人真是越发看不透了 不知道林公子需要多少 越多又好 梅昌苏说道 林公子 我们尹阁的生意变不动上 就是在南林和西音也有我们的商铺 你说的材料我们有很多 林公子是打算全要吗 听见梅昌苏的话 玉夫人远不住眼嘴轻笑道 呃 玉夫人的话让梅昌苏一下愣住了 刚才因为想着赤燕君的事 没有想太多 就说出了口 经过玉夫人这么一说 他才察觉到不对 顿时有些干的嘎道 呃 呃 不好意思 林某梦朗了 这样吧 林某这里有五件极品灵器 呃 就全部兑换成材料 说完话 便取出灵器交给了玉夫人 看着眼前五件极品灵器 玉夫人深深地看了一眼梅昌苏 然后接过来说道 那行 因为你要的数量多 所以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后 林公子过来取 那好 麻烦林夫人了 说完话 梅昌苏又从玉夫人 施了一礼道 那既然事情已经处理完了 那林某就不再打扰了 林公子慢走 玉夫人欠了欠身说道 而就在梅昌苏 就要走出包厢时 玉夫人突然开口 喊住了他 林公子 玉夫人还有什么事吗 梅昌苏疑惑道 小心天宗的人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 可以来五丰楼找我 玉夫人道 多谢玉夫人 如果有需要 我会来的 梅昌苏微笑道 那林某告辞 出了五丰楼 梅昌苏直接朝孟府赶去 离去已经有半个月了 也不知道令晨 孟大哥他们 和孟武相处的怎么样 不过刚出五丰楼 还没有走多远 梅昌苏就发现 山后不远处 有三个人跟踪他 这不用想 肯定是天宗的人 虽然惊讶天宗的动作 居然如此之快 不过梅昌苏也没有 放在心上 这里是小孟山庄的地盘 天宗的人就算再嚣张 也不敢在这动手 当梅昌苏来到孟宅时 管家告诉他 孟武和令晨 还有孟智 在后华园 然后直接带他进去 因为五孟提前交代 只要他来 就直接带进去 并且这个管家也认识他 不一会儿 梅昌苏就来到后华园门口 还没有进去 就听见里面传来 行酒令的声音 还有令晨的 肆无忌惮的高歌声 林公子 我们公子就在里面 我就不进去了 管家恭敬道 随后失了一礼 就下去了 嗯 好 麻烦你了 梅昌苏微笑道 随后 迈步向花园里走去 很快就在花园中的凉亭中 看见了三人 此时就见令晨 手拿长剑 一手端酒杯 站在凳子上 瞪着梦芝说道 我说梦芝 你说了就赶紧喝吧 不要想耍了 是啊 我说梦大哥 咱们堂堂七尺男人 输了就输了 不就一杯酒吗 干了他 梦无也在一旁 兴哉乐祸的帮腔道 哎 我说 能不能缓缓 缓缓呢 我 我怀疑你 你们两个人作弊 为什么每次输的都是 我我输啊 梦芝脸色微红 大着舌头 眼睛迷离道 哎 我说梦芝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俩作弊了 你别想耍赖啊 这杯酒 你喝也得喝 不喝也得喝 凌晨瞪着眼睛道 梦大哥 你这技术也太差了吧 赶紧喝了吧 喝完咱们继续 梦无笑心息道 我 我醉了 要不这样 这杯酒 先欠着 咱们继续 如果 小叔 原本准备推辞的梦芝 突然看到了梅昌苏 紧接着 就原本迷离的眼神 瞬间不见了 就连说话也口齿清晰了 他趁令晨和梦芜 愣神的功夫 瞬间 跑向梅昌苏 惊喜道 小叔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精彩内容 我们下集再见